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银孔雀 作者安方之子 翻译彭义 从前遥远的南方的海岛上 有一位手艺高超的织布匠 虽说还是一个小伙子 但他织出的布美丽的颜色 手摸上去的感觉却无人能比 而且像他这样热心工作的男人 也是极其罕见 一旦开始织布了 就忘记了睡觉和吃饭 一直坐在织布机的前面 不织布的时候 他就染线 用树皮或是草根当染料 从早到晚蹲在屋子前头 一直到染出自己希望的颜色的线为止 还有 即使是迷迷糊糊的躺着的时候 也在思考着新的图案 织布匠想让森林里常见的 大大的蓝凤蝶 再布上飞舞 想织出天上的星星 此外 他想把大海 那蓝色的大海本身 它的声音 气息和光辉 整个一起织到一块布里面 还不仅仅是这些呢 他还想织出各种各样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说梦啦 悲伤啦 歌啦 幸福啦 以及过去的回忆什么的 想着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织布匠的脸颊上就会燃烧起一种玫瑰色 胸口就会碰碰的跳 然而 贫穷的岛上的人们 来求这个织布匠制的东西 全都是一些单纯的食用品 而且它的工具也好 线也好 也只是适合制这些食用品 粗陋的东西 唯有织布匠的梦想 打得不相称 一天夜里 一个男人找到了这个织布匠的家里 借着雾 连脚步声也没有 这个男人简直就像是黑暗里剪下来的一片碎片似的来了 男人把耳朵紧紧的贴在织布匠家的门上 好一阵子 就那么专心的倾听着 从屋里传来的织布匠有规律的声音 紧接着 就嘟嘟的轻轻敲了敲门 然后 也不等里头的回答 敏捷的像一只黑蝴蝶 一闪身就进到了织布匠的家里 晚上好 干净真足啊 男人冷不防这样说 这是一个昏暗的房间 唯有织布匠那里被煤油灯照亮了 房间的角落里 织布匠的小弟弟呼呼的熟睡着 这突如其来的人声 吓得织布匠肩膀头一哆嗦 回头一看 只见那里立着一个穿一身黑衣的小个子老人 在煤油灯的映照下 只有眼睛看上去是绿色的 这么晚了 有事情吗 织布匠小心的询问道 对方压低了声音 清楚的这样说道 我来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呢 说不出为什么 织布匠好像是有点明白了 他听人说过 恶魔的使者就经常是这样一身打扮 在深夜里出现 村子里的木匠说 不久前 也是有这样一个男人说有事求他 差一点就被带到可怕的恶魔的家里去 半道上 他说忘了带锤子 跑了回来 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做到那个来接我的男人的眼睛 就像绿色的火苗 如果要是被那家伙盯上了 你就完了 俺尽可能不去看那双眼睛 就这样 眼睛朝下看着说话 接着 当他说跟我一起走时 我跟在他后头走了一会儿 一看 这不是在往那片原始森林里头钻吗 俺马上就叫了起来 啊东西忘了 一流烟的跑了回来 你问他没有追俺吗 那我可就不知道了 俺连一次也没有回过头 支部将清楚地记起来 一个月前听到过的木匠的话 他猛地哆嗦了一下 啊对了 说起来 这样的事还不止听到过一次呢 终于轮到我头上了 怎样才能拒绝这个男人呢 支部将全神贯注地想 可是还没等他想出来 对方已经开口说出了来意 有样东西 务必请你知 老人的话平静而彬彬有礼 支部将反而更加惊慌是错了 这这会儿正忙得团团转 活多得不得了 他声音小的都听不清了 男人毫不犹豫地走到支部将的身边 用手拿起才支了一个开头的布 出神地凝视着 如果用更上等的线来支 你支的布就会更好看吧 更上等的线 支部将的心动了一下 其实就是在刚才 他还在想着这件事呢 真想用那些高贵的人用的璀璨夺目的丝线或是金线银线 尽情地织一块美丽的布啊 男人仿佛已经看透了支部将的心事的 这样说道 就是请你务必用绿色的丝线 比太阳光还要上等的金线 比月光还要柔美的银线这样东西 到底是什么地方才有那样的线啊 支部将用焦急着恐惧与渴望的眼光 战战兢兢地看着那个男人 男人渐渐地说 请跟我来 听了这话 支部将发出了一声尖叫 如果是原始森林我可不去 男人的脸上突然掠过了一丝悲哀的表情 然后坦白地说 我绝对不是一个恶魔 他又说 我是为了某些尊贵的人才来上门求你的 没有一点欺骗你 或是出卖你的意思 原来是这样啊 这么一想 再一看这位老人的脸 确实是一阵温温而雅的脸 那雕塑一般的相貌 怎么看怎么也是有来历的 就是木匠说的 那像火一样燃烧着的绿眼睛 也让人觉得是勇气和忠诚的象征 再说了 那个木匠又没有进到原始森林里去过 那么 说这个男人邪恶的证据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那小子是个胆小鬼 支部将这样想 接着又琢磨开了 而且 要是能把金线银线绕到织布机上 支撑想象中的布 就是有那么一点害怕哟 于是 他就彻底平静下来了 问道 原始森林里有织布机吗 老人像是松了口气似的点点头 当然有了 漂亮的房间里的漂亮的织布机 在等着你呢 于是 织布将下了决心 说 那么 就陪我去吧 他打算去去就回来 说这话时 像是明天早上就能回来似的 织布将跟在不可思议的男人后头出了家门 这是一个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黑夜 只有海浪的声音 两人排成一列 啪哒啪哒地走在隐约可见的白色的道路上 男人光着脚 支布将也光着脚 两个人的步伐是那样的一致 就凭这一点 支布将就相信了走在前头的男人的话和心 道路离开了大海 形成一个缓坡 向森林的方向延伸过去 森林深处 鸟在慌慌张张地叫着 没有风 森林就宛如一个屏住呼吸的黑色的巨大生物似的 相当远了吧 听支布将这么一问 走在前头的男人点点头 相当远了 大概是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一个人到过的地方了吧 不过 你不用担心 回来的时候 也一定会这样送你回来的 于是支布将就放心了 男人用两手剥开繁帽的草腕 开出一条道来 简直就像是一个野生的猴子似的前进着 支布将只是紧紧的跟在他身后 支布将的心完全被新的工作占据了 织好的美丽的布一浮现在眼前 就是再远的地方也要去了 就这样 他就好像是走在前头的男人的影子似的 朝前走去 原始森林里到处绽放着大的下人的红白盒 那呛人的花的气味 让支布将的头昏沉沉的 那种感觉就像是喝了烈酒之后似的 不知不觉的支布将就已经忘记从家里出来多长时间了 还没有到吗 支布将用泄气的声音问了一遍又一遍 那个男人总是回答道 还有一点 然后就又用同样的步伐朝前走去 像是在嘲笑着两个人似的 树上的鸟发出了一阵尖锐的叫声 就这样 两个人竟然走了三天 绿色的白天与黑色的夜晚按时交替到来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走在前头的男人就会把那身黑衣上 从脑袋开始蒙得严严实实 到了晚上又会歇上一会儿 升起一堆火烤几个香蕉 第三天的夜里 支布将在远远的树丛之间 发现了一团朦朦朦朦的光亮 他一下子醒了过来 他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 那时支布将用手指着问道 走在前头的老人点点头回答道 那里就是我们的塔 塔 支布将心中涌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说到塔 他也只是听说过 连一次也没有看到过 因为村子里 只有屋顶覆盖着椰子树叶子的 屋檐低矮的房子 塔可真高啊 支布将抬头仰望着那团灯光 向往的嘀咕道 那男人得意洋洋的说 是高啊 和这一带最高的树一样高 这会儿亮着灯的就是你的房间 那个房间里有你从今以后要用的织布机和线 支布将不能不赞叹了 可尽管如此 他还是在想 在那么高的地方究竟这些什么东西呢 正这么想着 两个人已经走到了森林深处的塔的下面 定睛望去 这座灰色的建筑上 有好几扇没有亮灯的窗户 从下面数第五扇 也就是说 只有第五层的窗户 像点亮了一颗星星一般明亮 那么让我为你引路吧 男人一闪身进了塔里 塔里面漆黑一片 静悄悄的 男人以熟悉的脚步开始 爬起楼梯来了 支布将跟在后面 努力不落在后面 然而楼梯相当陡峭 不歇口气根本就爬不上去 请再爬慢一点吧 支布将用嘶哑的声音恳求道 老人的脚步稍稍放慢了一点 支布将站住了 等不再喘气了 轻声地问道 喂 到底是谁住在这塔里 是谁住在下面没有点灯的窗户里 想不到老人用极其喊混不清的声音 唱起了这样的歌 银闪闪的月夜里 吹来了一阵怪风 绿树的叶子被刮跑了 被刮到了千里之外的彼岸 仅剩下了四片花瓣 咕咕噜咕咕 支布将一边往楼梯上爬 一边把这首歌轻轻地重复了一遍 可是一点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很快 两个人就到达了塔的第五层 嘎吱一声 推开楼梯上的一扇沉重的门 就是那个亮的灯的房间 装在墙壁上的烛台上 摇曳着一根蜡烛 被他那青白色的光一罩 巨大的织布机和金线银线 一下子映入织布将的眼帘 就是它 就是它 织布将冲进了房间里 禁不住摸起线束来了 金线银线爽爽的 摸上去是一种枯似冷水的感觉 啊 用这样的线织出来的 该是怎样美丽无比的布啊 是要用它织高贵的人的盛装吧 织布将干净十足地问 然而老人却轻轻摇了摇头 啊 那么是壁毯吗 能织出非常好看的呢 老人又摇了摇头 静静地这样说道 想用这线织一面旗子 旗子 就是 织布将的一只手挥了挥 是的 织一面飘扬在这座塔顶上正方形的大旗子 也就是王族的旗子 旗子的当中要浮现出一只大大的绿色的熊孔雀 熊孔雀 就是那种羽毛漂亮的鸟 是的 绿色的尾羽全部展开的样子 羽毛上有黑色的和银色的圆形图案 鸟观上是黑色的王冠 织布将闭上眼睛 试着想象起美丽的孔雀的身姿来了 老人把嘴轻轻地凑到了他的耳边 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来 听好了 是绿孔雀哟 绝对不是别的颜色 我明白了 是开屏的绿孔雀 我会知道非常漂亮的 织布将低声像是身影一般地回答道 然后 他一想到这样的工作还是头一次 手心就痒痒起来 恨不得现在就立刻开始工作 老人满意地凝视着织布将的那副样子 说 那么 今天晚上就睡在这里 天亮了 就开始工作吧 他这才发现 房间的一角有一张竹边的床 当他看到他的时候 织布将记起了丢在家里的弟弟 弟弟才刚刚十岁 恐怕这会儿 正在转来转去地寻找突然失踪了的哥哥 哇哇大哭呢 事先打声招呼就好了 这这么大一面棋子 十天二十天是不可能回去的 不 弄不好 说不定要一个月以上 不过只想了一会儿 织布将就决定把弟弟忘掉 到自己回去那天为止 村子里一定会有人照顾弟弟健康的成长吧 如果俺能干上这样好的工作 手艺大涨的回家去 就是让那小子哭上几天野心 说到底还是这样好 这样一想 织布将的心就平静下来了 有一种稳稳当当的坐下来干活的心情了 好吧 让我明天开始吧 织布将像个手艺人似的干脆说 一身漆黑的男人那双燃烧着的眼睛放光了 他点点头 留下这样一段话 走出了房间 那就拜托了 你的饭我会送来 请你只想着怎样织好旗子 其他的任何事情都不要想 请不要去想知道或者去看多余的事情 织布将照他说的那样劳动着 在不可思议的塔里头 专心致志地织着不知是为了什么而使用的布 从塔的第五层的窗户里 日复一日地传来织布机那有规律的声音 到了夜里 那个男人就会送来水和饭 不可思议的是 自从来到这里以后 织布将一天一次 只是那么一点点东西就足够了 而且还全都是草籽 树芽或是水果 时不时 织布将会听到窗户底下响起 呜呜呜的鸟叫声 听到风摇树叶的哗啦哗啦声 但他连朝窗户底下看都没有看一眼 就这样好多天过去了 要说真的到底过去多少天了 织布将根本就不知道 好不容易在布上织好了鸟的两只脚 接下来 终于要开始织孔雀那漂亮的羽毛了 太阳一下山 房间里就溢满了青紫色的光 桌子上 放着老人刚刚才摆上去的食物的盘子 织布将闭上眼睛 在心中描绘起马上就要开始知道 孔雀羽毛的图案来了 他的脑子里全部被工作沾满了 所以直到刚才为止 一点都没有发现 背后的门被打开了一条窄缝 从那里面 有好几双大眼睛在目不转睛的盯着自己 在做什么呢 当从身后冷不防冒出来这样一句招呼声时 织布将觉得好像是突然听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那不是用话说出来的声音 对了 要是风铃草唱起歌来的话 大概就会发出那样的声音吧 在做什么呢 在做什么呢 回过头定睛一看 只见从打开的那道门缝里 好几个女孩子正盯着自己 一瞬间 那几双绿色的眼睛 让织布将以为 是从现在就要开始知的 孔雀的羽毛的图案 织布将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不停地眨巴着眼睛 门打开了 长长的黑头发的女孩子们 突然拥进了房间 女孩子们把织布将给围了起来 一口同声地问 在做什么呢 不知为什么 织布将觉得有点晃眼 眼睛向下看去 张慌失措地只回答了一声 孔雀的 当他抬起眼睛 见那四个还很小的女孩 正向下拳着身子 目不转睛地看着织出来的布 织布将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怎么 我还以为有一大群呢 只有四个人啊 四个女孩的头发上 各插着一朵自己喜欢的花 带着大大圆圆的金耳环 他们让织布将觉得格外晃眼 因为像这么美丽的装饰品 村里的女孩是谁也没有的 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织布将嘟囔着问了一句 只听见女孩子们一个爱一个地回答道 我是从第四层来的 我是从第三层来的 我是从第二层来的 我是从第一层来的 不管是哪一个都长着同样的面孔 简直就像是一胎生下来的四姐妹似的 是这样啊 这么说 你们是这座塔里 也就是那四片花瓣吧 织布将想起那天那个引路的男人 嘟嘟囔囔唱的歌来了 四个女孩点了点头 就像是说出谜底似的 一口同声的唱道 四片花瓣公主 哎呀 公主 这么想着一看 几个女孩子的脸上 是有那么一种非凡的气质 简直不将彻底叹服了 第四层的公主 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的房间就在这下面哟 每天晚上的声音 吵得我都睡不着觉 声音 什么声音 就是叮光叮光的声音 另外三个女孩也齐声叫了起来 真的睡不着觉 说得倒也是 织布将每天夜里都工作到相当晚 啊 可有那么响吗 自己织布机的声音 一直响彻塔的第一层第二层 这让织布将怎么也想不通 可又不想多说什么 就坦率地道歉说 那就是我的不对了 可女孩子们脸上的表情 已经完全不把那当回事了 又朝织布机织出的布探出身子 起嘴巴舌地问道 在做什么呢 织布将有点得意了 旗子 孔雀的旗子 他答道 漂亮的鸟啊 开瓶的美丽的孔雀 就要从这里一下子浮现出来了 瞧啊 这是孔雀的脚 织布将的话还没有说完 四个人的脸就变得认真的叫人吃惊起来了 很快 第一层的公主 马上悄悄地凑到了织布将的身边 耳语般地问道 那是银孔雀吗 不 是绿的 织布将连看都没有看到过银孔雀 说到孔雀 不是蓝的就是绿的 至多是紫色的 这回 第二层的公主摇晃着耳环热心地说 知银色的吧 银色的 第三层的公主也说 浑身上下全都是银色的 从棺子到翅膀 脚都是银色的 是的 连声音都是银色的 第四层的公主说 织布将惊得目瞪口呆了 连声音都是银色的 他叫道 可你们知道孔雀是怎么叫的吗 听他这么一问 其中的一位公主把手贴在了胸口上 咕 咕 叫给他听 织布将不觉得哀压了一声 因为这和白天塔下面常常叫起的鸟叫声一模一样 是咕 咕啊 原来那就是孔雀的声音啊 这么说 这附近有好多孔雀呢 织布将感叹地点了好几次头 公主们喜悦万分 一起把手贴到了胸口 一口同声地呜呜呜地叫给他听起来 织布将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他问 那么 银孔雀是怎么叫的呢 一刹那 四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露出了一种非常为难的表情 摇了摇头 离四层的公主嘟弄了一句 不知道啊 还没有见到过 那是当然了 根本就不可能有那样的孔雀吗 听织布将这么一说 第三层的公主飞快地说 有 真的有 那是孔雀的王子 我们每天都在等待着迎孔雀的到来 说完就把两只小手交叉到一起 抽神地跳往起窗外来了 看着他那个样子 织布将突然冒出来一个奇异的想法 也许说不定这些人是孔雀吧 不会是悄悄地活在这片原始森林深处的孔雀的化身吧 当织布将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他曾经听人讲起过 一到夜里 孔雀就会变成人的模样的传说 孔雀是高贵的鸟 是鸟中的贵族 所以 如果此孔雀变成人的模样 或许就会变成这样的公主吧 这么一想 在宁神看去 公主们的身上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感了 悄悄歪过头 或是沙沙地甩动长发的时候 私下里就会飘荡起一股民意般的香木的香味 还有 他们那睁得大大的眼睛里 有时一闪 会映出鸟的影子 你们的爸爸妈妈呢 只不将轻声问道 四个人一起摇了摇头 那么别的人呢 也就是说什么家臣啦 仆人啦 公主们一口同声地说 现在只有老仆一个人 那么说 这座塔里只有四位公主和那个老人 没有别人了 啊 一定是正在走向灭亡的孔雀啊 为了复兴正在走向灭亡的王国 那个忠臣的老仆 也许想要先竖起一面旗子 原来如此 让塔顶上飘扬起孔雀的旗子 也许是要召集志同道合的同伴 一直到今天为止 除了织布以外 从未封过新的织布匠的心中 涌起了一个又一个的疑问 天真烂漫的公主们 围在织布匠的身边 一边晃晃悠悠悠地摇晃着耳环 一边热烈地说起了有关银孔雀的话题 说我们的爸爸妈妈突然就不知去向了 对了 准是银孔雀的缘故 就是 说因为银孔雀确实是太美丽了 只要看上一眼 就无论如何也要跟在他后头飞走了 所以说爸爸妈妈才会把正在腹的四个蛋 忘得一干二净 飞走了 说别的孔雀也全都跟在他后头飞走了 是 说就像猴鸟似的飞走了 简直就像摇响了玻璃铃似的 四个人的话停不住了 于是 后来 是的是的 后来 就这样说个没完没了 织布匠头昏了 他用两手垫在额头上 趴到了织布机上 喂喂织布匠 公主们齐声地呼唤起他来 我们也想见银孔雀 而且也想去远方 所以啊 在塔顶上竖一面银孔雀的棋子吧 那样的话 银孔雀准会来接我们 奇妙的是 渐渐地 连织布匠自己也变得想见银孔雀了 至少 是在织出来的布上 描绘一只开平的银孔雀 然而 这时他记起了与老人的约定 织布匠猛烈地晃了晃头 嘟闹道 不不 那可不行 不久 天空就发白了 于是 公主们的话就突然停止了 然后 用慌乱的眼神 朝四周不安地扫了一圈 连声招呼也不打 就冲出了房间 织布匠还愣在那里 公主们已经冲下楼梯 像是返回了各自的房间 结果 织布匠这一个晚上 活也没有干成 叫也没有睡成 织布匠一脸的疲惫 靠到了窗户上 无意中朝窗户下边看了一眼 下边第四层的窗户边上 不是停着一只绿色的紫孔雀吗 他探出身子一看 第三层的窗边也有一只 第二层的窗边也有一只 第一层的窗边也有一只 而最下边的地面上 是一只上了岁数 羽毛兮兮落落的熊孔雀 正摇晃着长长的尾巴 用炯炯有神的眼睛 目不转睛地仰望着天空 织布匠吃了一惊 离开了窗户 那天夜里 那个男人像往常一样送饭来了 看着那个盘子 织布匠想 这不就是孔雀吃的东西吗 这么一想 他就不能不产生一种感觉 好像到今天为止 连想都没有想就吃下去的东西 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味道似的 吃了这样的东西 而且又是那么少的量 竟能活到今天呢 也许说不定 自己的身体 不知什么时候被施了魔法了吧 织布匠想 每次来送饭的时候 老人都会瞅一眼织布匠上的布 他是在确认织布匠那一天的工作 脸上的表情就俨然如同一个严厉的监工 看上去像是在专心的确认 渐渐知出来的孔雀的颜色是不是绿色的 而且时不时的还会叮嘱一句 孔雀的颜色是绿色的哟 这天 织布匠轻声地试着问道 别的颜色不行吗 你说别别别的颜色 老人一脸惊恶的表情 然后就铁青着脸 手腕瑟瑟地抖动着 朝着织布匠的身边逼了过来 有别的颜色的孔雀吗 织布匠没之声 过了好一阵子 才小声地自言自语似的说 比如说银色的 老人目瞪口呆地直勾勾地 看着织布匠的脸 好半天 那满是皱纹的喉咙 才咕噜响了一声 深吟似的说 那是幻影啊 他接着说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银孔雀 那不过是和云彩虹一样的东西 是由于太阳和月亮的原因 在遥远的天空上闪现了一下 立刻就消失了的幻影啊 可大家全都去追赶那样的东西去了 就只剩下四位公主 而公主们又开始向往起银孔雀来了 啊 绿孔雀的王国已经走向灭亡了 男人用两手捂住头 蹲到了地上 就要灭亡了 支部将可怜起他来 蹲到了老人的边上 安慰式的小声说道 可是您一个人 不是已经努力到今天了吗 老人筋疲力尽地点了点头 反正什么都被人知道了 现在再怎么惊慌失措 也是没有用了 老人喘息地回答道 我想在这里重现过去那个美丽的王国 无数的绿孔雀在这里过着和平的日子 放着那样田径的日子不过 究竟是向往什么样的生活 全都飞走了呢 为了把那些飞到遥远的地方去了的绿孔雀招回来 我才想到要站在高高的塔顶上 升起一面王国的棋子 而这怎么也要借助人的力量 所以我才去村子里叫人的 一家一家都过来 木匠呀石匠呀 于是支部将您就选中了我 老人点点头 是啊 拜托你了 要保证在棋子上支出的是绿孔雀 这时老人的一张脸非常可怕 支部将的脊梁上突然划过一道寒漆 如果违约了 这个男人绝不会饶过自己的吧 而且再也回不去村子了吧 再也看不见弟弟的脸了吧 男人似乎看懂了支部将的心事的 说我一直都是王族的魔法师啊 魔法师 是的 就连活着的东西的形状我也能抹掉 可这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 男人马上就又换上了一副安详的面容 啊 这不过是说如果你违约了 织了什么隐孔雀的话 要是你照约定织完了绿孔雀 我会给你带上许多的礼物 把你送回到村子里去的 听到这里支部将稍稍放心了 可不不这样我可受不了呀 支部将有点害怕了 他想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即使是知错了 也不能支撑银孔雀 当老人看清楚了挂在支部机上的线 是绿色的之后 一脸放心的表情走出了房间 支部将又静静的开始干起活来 可是还没过去一个小时 那四位公主就又一拥而入了 公主们像昨天晚上一样 凑到支部将的身边朝布上看去 可四个人马上就撅起嘴 不满地问道 银孔雀呢 喂 银孔雀还没治好吗 被这么一问 支部将的心就变得像枯萎了的花一样 她哒啦着脑袋 含糊地应了一声 心一点点地疼了起来 四位公主每天晚上都会来嚷上一阵子 有时还会带来一大堆熟透了的芒果 劝支部将吃 我哪有功夫吃那玩意儿啊 正忙着呢 支部将这么一说 公主们哈哈地笑了起来 轮流剥开芒果的皮 送到支部将的嘴巴里 然后又在她耳边说起银孔雀的话来 一说起银孔雀来 四个人的眼睛里就都充满了一种向往 看着那一双双眼睛 支部将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憋闷 很快支部将就有了这样的想法 自己干脆变成银孔雀算了 如果自己能变成那样一只威风凛凛的鸟 就是抛弃了人的生活也行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是的 连支部将自己都没有察觉 她已经喜欢上了四位公主 也不是说特别喜欢四个人里的哪一个 只不过是被四位公主围在中间 支部将就有了一种坐在芬芳的花园里的感觉 心都会颤抖起来 一听到那活泼的笑声 就心神不定地工作不下去了 而且 她不止一次认真的想 要是自己变成了她们那么向往的银孔雀的话 然而 这样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支部将闭上眼睛 摇了摇头 想抖掉这个无聊的梦似的 公主们轮流在她的耳边 喃喃细语 妹求你了 这银孔雀吧 你不用怕老婆呀 是的呀 只要让银孔雀的旗子在她顶上飘扬起来 真的银孔雀就会来接我们了 那样的话 这回老婆也不会无动于衷了 会和我们一起飞走了 丢下这片森林 大家一起飞到那个辽阔辉煌的国度去吧 辽阔辉煌的国度 一听到这个词 支部将的胸就膨胀起来了 自己也曾有过那样的幻想啊 和弟弟一起去海边 躺在沙滩上的时候 就曾想过丢下这个小岛 去海对面那个不知道的国度 于是这时候 支部将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在一块布上 同时织上绿孔雀和银孔雀 支部将想到的 是没有相当手艺的手艺人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也就是说 反面用银色的线来织 正面用绿色的线来织 这样 织好了的那块布的图案 如果从正面看是绿色的 从反面看则是银色的 然后只给老人看正面的孔雀 再翻过来 给公主们看银孔雀 想到了这个既能救自己的命 又能实现可爱的公主们的 愿望的方法 支部将的心里好受多了 喂 支部将冲公主们大话道 怎么样 从今天开始 我就要在这里 为你们支银孔雀了 不过 我们说好了 没有完工之前 希望你们不要来看我干活了 你们在边上盯着看 我没办法集中精神 公主们默默面面相去了一会儿 齐声问道 真的 真的能支出银孔雀来 肯定是银孔雀 不会错吧 说好了 支部将内心果断地答道 啊 说好了 不会错的 从那天以后 支部将就埋头苦干起来 要在一块布上 同时在正面和反面 支出不同颜色的孔雀 而且还要做到 无论从哪一面来看 都要像从正面看一样的精美 这是迄今为止 从未尝试过的 难度极高的技法 即使是手艺高超的支部将 也常常会知错了再改正 改正了再改正 进展非常缓慢 而不知不觉的 它就陷入到了一种 入迷的状态之中 支部将的一颗心 慢慢地都倾注到了 一只孔雀上 一只一个身体 却拥有绿色和银色 两个身影的美丽的鸟上 不 说真话 支部将的一颗心 都倾注到了反面的那只孔雀上 那只摸索着支出来的 银色的鸟上 那就像是眼睛看不见的人 用心灵的眼睛 做出来的东西一样 那一根根描绘 银孔雀形状的线上 都充满了支部将的 爱情和梦想 老人每天晚上都来 可支部机上的孔雀 不管什么时候看 全都是绿色的 除了展开的羽毛上 散落着的黑色和银色的 圆形图案之外 老人就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 那圆形图案所用的银线 一直连到了布的反面 正在秘密地 织出银孔雀的身影 感觉真足啊 老人说 但支部将没有应声 他整个身心 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随着工作的进展 支部将的脸色 变得苍白起来 他愈来愈没有食欲 人也渐渐地瘦了下来 不久 支部将就不让老人 再来送饭了 说是绿孔雀就要织好了 请放心 希望这段时间不要再来了 老人愉快地 接受了支部将的请求 爬上第五层的支部机的声音 昼夜不停地响着 从不停歇 这样过去了有多少天呢 一天晚上 支部机的声音 砰的中断了 一瞬间 陷入到了一片死寂之中 很快 四位公主就猛烈地 敲起支部将 房间的门来 很快 四位公主就猛烈地 敲起支部将 房间的门来 支部将 支部将 银孔雀治好了吗 开开门行吗 进来行吗 里面没有人回答 四个人把耳朵 踢到门上 又喊了起来 支部将 支部将 房间里鸭雀无声 支部将 一定还在生气呢 第一层的公主说 不 支部将睡着了 第二层的公主说 第三层的公主 害怕地嘀咕道 不不 说不定 支部将已经死了 四个人打了一个寒颤 惨白的脸 互相看着 然后 把门打开了一条缝隙 朝里头望去 从他们的嘴里发出了尖叫 支部将消失了 里头没有支部将 连一个影子都没有 就像草上消失的露水一样 支部将不见了 可就算是逃走了 也太快了 支部机的声音停下来 也不过就是那么一两秒钟之内的事啊 四位公主一冲进房间 就目不转睛地看起刚刚之好 还挂在支部机上的布来了 布上的孔雀 展开了美丽的绿色的羽毛 没有错 这正是王国的旗子 四位公主被那灿烂夺目的色彩迷住了 他们把布从织布机上取了下来 然后 无意中把布翻了过来 不由得睁大了眼睛 上面是一只开瓶的美丽的影孔雀 那是一副多么高贵的样子啊 那冠冕 就犹如精美无比的工艺瓶 展开的羽毛的尖 就犹如雪白的浪花 而那双眼睛是活的 黑亮黑亮的 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远方 公主们连呼吸都忘记了 用充满了向往的眼睛 盯着影孔雀 如果把这面旗子插到塔上 真的影孔雀就会来了 哎 一定会来接我们的 四位公主拿着旗子 冲出第五层的房间 跑上了塔那漆黑的楼梯 往上再往上 是卷得像贝壳一样的螺旋状的楼梯 四位公主那轻盈的脚步 就像几片花瓣似的 连声音都没有 就爬到了塔的顶上 那个老人远远地 拉在他们的身后 蹒跚地往上爬去 塔上悬挂着一轮黄色的满月 四位公主在塔顶上 把旗子高高地竖了起来 旗子在风中烈烈作响 旗子上的绿孔雀面向西方 银孔雀面向东方 突然 东面的孔雀 呜呜地叫了一声 千真万确 是那个织布匠的声音 哎 公主们互相对视了一眼 银孔雀叫了 用织布匠的声音叫了 啊 不知什么时候 织布匠的身体 还有灵魂 都被布里的银孔雀 给吸进去了 织布匠 织布匠 公主们一口同声地 试着叫道 于是 布里的银孔雀 闪着光 呜呜地叫了起来 银孔雀目不转睛地 瞅着黑森林的远方 很快地就张大嘴巴 唱起了这样的歌 银孔雀是大海的波浪 什么 公主们吃惊地向远方望去 然后 他们就放声欢呼地尖叫起来 有银孔雀啊 桥啊 就在那边 四位公主手指的地方 是月光照耀下的远远的大海 闪烁着银色的光辉 银孔雀是大海的波浪 大海喝着银孔雀的歌声 轻轻地摇晃着 那是织布匠的灵魂换来的幻影吗 还是月光在恶作剧 让人看见了不可能看见的 遥远的东方的大海呢 黎明的大海 像是大口地喘了一口气似的 长了起来 瞧 来接我们了 是啊 银孔雀来接我们了 来了来了 四位公主哗啦哗啦地摘掉了耳环 然后 头发上的花 一朵接一朵地落到了脚下 一眨眼的功夫 就变成了孔雀的模样 一只接一只地飞走了 向着遥远的大海 向着那银色的波浪 留在塔上的老人 呆呆地目送着那几个身影 然后 就失望地垂下头 摇摇晃晃地走下塔来 一只老麦的孔雀 哺哺地啼叫着 消失在了森林的深处 那之后 一个多月过去了 一个十岁左右的赤身裸体的少年 来到了这里 哥哥 哥哥 少年一边呼喊 一边在森林里转来转去 不久 他就在前头发现了一株大的惊人的榕树 那树足有二十米粗吧 枝繁叶茂 就像一只巨鸟 或者是一头野兽一样 蜘蛛树的树梢上 飘舞着一面奇怪的旗子 旗子的一面是绿色的 一面是银色的 不过上面究竟画着什么呢 因为实在是太高了 看不见 旗子在风中摆动着 唱着歌 银孔雀是大海的波浪 银孔雀是大海的波浪